童话故事 特殊的任务 幼儿园里,熊猫老师给小朋友们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任务是对你的家人说一句话,一定要用到请字 好啊!好啊!好啊! 小乌龟托尼有点不安,因为它不太会说请 回到家,托尼鼓起勇气推开爸爸的房门 爸爸 乖孩子,爸爸先把这个工作做完 托尼又满怀希望地走到弟弟旁边 弟弟,别跑我的高楼 托尼很失望,他来到厨房 妈妈 托尼,妈妈马上就做完饭了 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托尼没能完成任务 吃完晚饭,托尼还是闷闷不乐 托尼,你怎么了 我还没有完成老师教给我的特殊任务呢 哦,什么任务啊? 和家人说请字 哦,这真是个有趣的任务 我们一起完成吧 好 爸爸,请你和我一起玩 骑大马的游戏好吗? 好啊,爸爸很喜欢和托尼一起玩游戏 真好玩 弟弟,请你和我一起搭积木好吗? 好,我们一起搭高楼吧 哇,好高啊 托尼,请你帮我一起收拾东西吧 好的,妈妈 妈妈,你也说了请 第二天,小朋友们来到幼儿园都很开心 会说请的感觉真棒啊 哦,妈妈 哦,妈妈